周末的时候一起在家给孩子做一份烤冷面 享受一下其中的乐趣 家里有电饼档或者平底锅的都可以去做 这一包冷面呀里面有9到10张 电饼层升起温度以后薄薄的刷上一层油 放入半根火腿肠 再放入一张冷面 想要烤冷面不干不硬一定要去刷水 先给冷面的四周多刷一点水 然后给中间也刷上一层水 制作的过程中感觉哪里发干 你就往上去刷水 立刻就会喝软 总被一颗鸡蛋倒在面皮上 然后用铲子我们给它攀平 家里如果有黑芝麻的话 我们可以撒点白芝麻 然后等待鸡蛋定型以后 给它翻一个面 然后刷上一层我们自带的烤冷面的酱 再撒上一些烤冷面自带的撒料 如果喜欢吃酸甜口的朋友 醋和白糖1比1 搅拌均匀 喷入适量的糖醋汁 再撒上适量的葱头碎 还有媳妇不爱吃的香菜碎 再放入接好的烤肠 媳妇不在家的时候 可以偷偷的放一根辣条 然后像老弟这样给它对折 然后再对折 最后再给它面上 薄薄的刷一层酱 再来点香菜 点缀 好吃美味的烤冷面 就做好了 老规矩 老弟先帮你们尝一口 感谢您的观看 留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